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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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orge 你記不記得我們這個 抑衣抑療這個名字是怎樣來的 我當然記得 這個名字是師傅你和我在Facebook開的一個專業 目的呢 希望將子平白子和中醫這兩個學科結合在一起 將心得公開給大家 雜思講益 拋磚引玉 希望給大家一起討論一下 因為我一直都覺得 就是液學 研學 醫學 中醫學 都是同俗一員 是 沒錯 今天就很開心 我們可以在Facebook的 液醫液療這個文字版 轉為 現在流行的視頻版 就和大家見面 但是一樣 忘記了 我們都未介紹自己 我是侯天濤 我是蕭志榮醫師 蕭醫師 因為我們大家都有日常工作 多忙 沒錯 我們就打算一個星期來做一日這個節目 逢星期五就在焦點視頻和大家見面 當然沒有問題 但是這樣吧 師傅 我們今次怎樣做呢 這次也足夠 跟回Facebook的液醫液療的內容 不過應該會加強的 不如這樣吧 師傅 你講一下二十四節氣的八節 還有什麼病 一定要講的 那我就講一下如何調理 如何預防 合理 養生 我又想你每一集加些專題 例如專題講脫化 專題講神虛 你每一集都幫我們觀眾想一個專題 到最後我又想你做多一件事 就是每一集都介紹某一種藥材給大家 令到很多人不會買錯藥材 買些不漂亮 好嗎 可以 沒問題 那我們每逢星期五和大家見面 你看吧